慈善 超美 美呆 當方便 當開頭 葡萄 開下去之後 這邊有一個紅色的紐 然後再向右開之後 就像騎機車一樣 就可以把它動就好了 然後一般的就是像機車跟腳踏車一樣 那那個53.6是甚麼? 這是電壓 電壓 所以我可以不用理它 對 如果說像你比較留意的是 它如果低於50的話 就是換個電池 在我們營業時間內的話 就是8點到5點半之間 就是你想換電池都可以 那通常這樣子會撐多久 這樣的話它一顆電池的話 可以撐3到10個小時 喔好 好 吃完早餐 繼續去腳踏車去下一個時間 出發 然後目前好像已經有點荒廢了 只剩下就是門面的樣子 然後可以看出來就是他們以前的 看電影的票下其實蠻便宜的 就是全票只要5塊錢 然後 軍情票只要3塊錢 其實這點沒有很大 就是很小很小的點 所以如果你要來的話就是 排個5分鐘左右就可以離開了 就迅速的拍一下牙照 就趕快往大波地的方向前進吧 然後一進來大波地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後面這一個很大的池子 然後它其實是可以繞一圈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騎腳踏車 往大波地這樣繞一圈 看看有什麼不一樣的風景 經過這一個超美的荷花池 超美耶 天啊 我剛剛把大波地繞了一圈 然後最後停留在這個大波地的一個音樂光 然後但是我來的時候已經接近12點 但是其實他們有午休時間 12點其實就閉關 所以剛剛其實也不太好意思在那邊待太久 就快速拍一下 分享一些簡短的紀錄給你們 那下次如果你們有要來大波地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來這裡看看啊 超度CD的 然後音樂聲其實蠻舒服的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去吃午餐吧 我們就往郭陽大道前進 Hi 現在在天堂之路附近 本來剛剛是想要去吃一間原住民料理餐廳 但很可惜它今天沒有開 所以我就只好先繞過來天堂之路這邊晃晃 然後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當秋劍的景可以拍照 然後後面這一條應該就是天堂之路了吧 好 我現在騎到了就是京城武樹的附近 那樹在哪裡呢 就是那裡有很多人在拍團體照地 然後其實京城武樹附近其實蠻多水道 只是現在我來的時候他們並不是綠油油的模樣 但我覺得背山環繞的國王大道其實很美耶 真心覺得花點時間走路在這一個步道上面看山景 比台那一個京城武樹有意義多了 那我們就去附近走走繞繞吧 早上有吃到的福原豆腐店呢 中午來這裡吃午餐 然後他們有兩份菜單 一個是鹹食的 然後一個是甜食的 然後他們除了賣脆豆腐之外呢 還有賣豆腐的 還有豆漿跟豆花 然後因為等一下要去另外一間店吃甜點 所以這一次來福原豆腐就是他們的炸豆腐 那我們就來點福辣的吧 我要開始吃臭豆腐囉 裡面是暖的 外面是酥的 是我喜歡吃的那種滑蛋 看到了一個很古老的書局 等一下騎過去看看 剛剛去逛了一下慈善書局 然後裡面的格局呢 其實就是賣一些文具然後卡片 就是文具店賣的東西裡面基本上都找不到 外觀的建築物感覺像是個老屋 如果你有經過慈善書局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繼續走走晃晃 他也賣一些很可愛而且文青的小文具喔 他也賣一些文件 在這裏是否有什麼好嗎 在這裏是否有些改造的 那麼讓他們有的水平 我給你看 每天在這裏是否也有很多 我也是要感覺到 他就要看這裏 這樣就要整理一下 我也是要做了 他就要看這裏 但是要看這裏 他也不敢看這裏 我也是要做到 那裏 可以有很多人看的 那裏 我要算一裏 我也是要做的 我们点的米格果来啰 然后它一天其实只会出乳膳的口味 然后今天是原味海盐跟红乌龙茶 但因为我已经点了一杯热的红乌龙茶了 所以我选择的是原味的贝果 这就是刚烤出来的原味贝果 然后我们就沾着果酱来吃吧 吃凤梨的果酱 对,然后其实这边的贝果也可以外带 然后加果酱的话是多10元 如果只带贝果的话,外带的话是10元 来吃我们的贝果咯 凤梨的果酱好吃 然后贝果也很扎实 我点了一副套餐,来吃暖餐咯 我点了一副套餐,来吃暖餐咯 刚刚吃完很饱的大陆婆婆的面 然后在要去背包客栈的路上之前 来逛一下只有每周三 跟周六才有的食尚夜市 这夜市小小的,但是马鹊鹊小 这样俱全 夜市里面该有的等食 你想得到的基本上都有 像是什么QQ蛋啊,牛排啊 炸鱿鱿鱼啊,鞋子啊,衣服啊都用 但是就还蛮小的,这样一圈 大概可以就是,如果你不停在任何摊位的话 大概5分钟之内就可以走了 那我们就来公夜市吧 那我们就来公夜市吧 这里是延起生活,我们下次见 就eremos那么晚的 下来市长 新的热城 翻转中 转发 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